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3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第一个 臀部按推的技巧 第二个是 医疗与保健二 张医师现在就请您开始 我们来介绍臀部上沿的按推方法 那臀部按推我们早前有说过 可以用手肘 我们之前是这样按推 掌心向下 然后一路按下去 那这一边也是这样 这样按推 虽然也可以按得出来 好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 比较容易碰到骨头 然后患者反应也比较不舒服 所以我们现在改成掌心向上 也就工具一样用手肘 但掌心向上这样按推方法 患者的反应就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 臀部上沿的按推方法 按推首先要知道工具的使用 那我们的工具是手肘 掌心向上 它的按推方法 就如同我们在按推整骨下沿 按推方法是一样 好 那我们来示范给大家看 第一个 它第一点是在侧面 好 我们可以叫它腿伸展 拉上来 然后它是在胯骨上沿 好 侧面这里 就在骨头上沿 然后这里的交界处 再往前就软软的肚皮 肯定是错的 好 那我们在骨头上沿 那我们的工具 以掌心向上用手肘的方法 然后来回 好 这是第一点 好 第二点一样 好 到第三点 勉强还可以这样按 如果到第三点事实上 也可以让它腿下来 其实这一点已经可以按得到 所以这样力量就能进去了 好 到越靠近脊椎 这个就越明确 那同侧也是一样 好 好 那这里 两骨头 好 那上沿 骨头的上沿就在这里 好 那我们掌心向上 第一点 第二点 好 这里侧面都按完了 到第三点我们就可以 第三点在这里 好 那我们就照正常这样 一样掌心向上 好 以上是臀部上沿的按推方法 那我们下沿的按推方法也是一样的 好 第一个腿 第一个腿 好 那我们一样 咖骨 这里是上沿 那下沿 就在下面这个骨头下来 这一点 好 那我们一样掌心向上 第一点 第二点 好 这一点 第三点已经到尽头了 就是等于我们原来V字型 臀部原始点V字型的第一点 好 这样放下去 好 那这一边也是一样 好 下沿的按推方法 好 那这个骨头的下沿 好 从这里开始 然后一路按到最后这一点 就是我们V字型的第一点 好 我们从这里开始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三点就等同于V字型的第一点 好 然后V字型就照原来的按推方法 就可以了 我们请接着来谈保健 保健 保健可分为内置法 外置法及其他 这些方法在诊断的指导下 可用来调理身体 以达到抗老 增受及自我疗愈疾病的目的 此时通过观察症状 用外内热源及其他方法 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以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加速修复体伤 使症状乃至一剂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得以解除 从而达到自愈疾病 延缓衰老及增长寿命的目的 所以保健是治疗 不可或缺的核心 但不同于中医内服的中药 及外酒的艾草 原始点主要是以姜粉 姜粉泥 姜汤 作为药食之内热源 与温敷之外热源 其中温敷之外热源 可大面积于体伤位置 借由皮肤吸收 直接温暖身体 药食之内热源 除可借由饮食 改善体质 还可借由惯常 洗眼 喷或滴鼻腔 口腔 阴道等 使热源直达患出体伤 直接温暖器官 用原始点的医疗按推 与保健热源 必须并用 期间还要配合其他保健方法 如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等 如此 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代表人体体力的 免疫力 自愈力 使组织器官恢复正常运作 从而达到 无病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有病可加速疗愈疾病 使危急重病患者 转危为安 相较之下 中医的外执法 针灸 与内执法 中药 因未必病用 所以 难以兼顾提伤 与热能不足 害久 虽可用于提伤位置 但因面积小 及时间短 所以 难以大范围 持续地改善体寒 中药 因不直接用于患处提伤 而是通过全面 改善体质 所以 若要做到 自愈疾病 及抗老增瘦 则需持之以恒 日久 方显其效 因因如此 对于危急重病患者 只用针灸 或中药处理 往往会 左支 右处 应付不来 倘若不促使 外支阀 与内支阀 并用 即改进 针灸药的缺失 则恐 回天阀术 转机无望 至于西医的 治疗方法 虽可从果 直接改变 组织区块运作 快速解除 异常 及疾病症状 但它 却没有中医 与原始点的 保健方法 不知要用 外能热源 从因改善体质 以达到 治愈疾病 及抗劳增兽的目的 故不论是 内支法 或外支法 皆只有 医疗之功 而无 保健之效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保健 它可分为 内支法 外支法 及其他 刚刚医疗是 内支法 外支法 这里多了其他 其他指的就是 我们原始点还有什么 运动 心态 休息 这个非常重视 这三者 所以我们把其他 也点出来 那既然是一个 医疗 治疗 方式 要不要有诊断 当然要 它一定是在诊断 比如说 它是重病的时候 就更重视 内外热源的加强了 还有一些其他 好 那这些在诊断的指导下 是用来调理身体 来达到抗老 遵受 还有自我疗医疾病的目的 简单讲 从这个图啊 我们看到 外内热源 及其他 其他就是这三项 然后透过这个保健的手段 你看镜头过去 来改善我们热能不足 那我的写法有好几种 改善热能不足 可以增强体力 加速修复体伤 然后来达到 自我疗医疾病 还可以怎么样 抗老遵受 那你看字词都是这样 写来写去 原来我都是这么写的 那照图表 所以你们跟着这个 很快就可以理解 好 那我们接下来 看它细讲 那因为治疗 它要通过诊断 那我们诊断是观察 什么 症状 所以观察症状 然后因为是要保健 所以一定要用这些扇炎 这些扇炎就是这里 不是用按推 这里开始 那医疗是强调按推 这里就不是 那改善热能不足 你看增强体力 以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都是在讲这里 身体的变化 好 那加速修复体伤 使症状 因为我们原始点或中医 都是以症状为诊疗对象 所以这个症状来改变 那仪器就不一样了 仪器是以检查出来的 异常跟组织受损 那我们加速修复体伤 就可以达到改变这么多 所以它是治疗的这些方式 然后从而达到怎么样 写了那么多 最后的结疑就是 它可以怎么样 致意疾病 我为什么不写疗异疾病 而说自己致意疾病呢 你从这个图也可以知道 这里改善热能不足 然后由热能去推动组织器官 这些都是身体在变化的 那身体就可以怎么样 加速修复体伤 它是自己修复的 不是你帮它修复的 它自我在动的 然后修复体伤达到怎么样 致意疾病 因为它自我修复当然就是致意了 所以你给它这个热能 你不能说我可以达到致病 不能 是因为身体透过这么多的机能 才达到 所以原始点 非常强调就是改善体质 也就是改善热能不足 来修复体伤 达到自我疾病 所以我们说的 西医常常讲 致意力 抵抗力 修复力 免疫力 其实指的就是体力 体力就是来自于改善热能不足 一句话而已 所以我们一言以蔽之 所有的力通通是指体力 这些体力的来源 来自于热能不足 就这样 你们这些方法 我们这些方法 都是为了改善热能不足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那恰好是习所没有的 好 那我们就知道了 它这样能够达到怎么样 最后达到致意疾病 自己疗愈疾病 不是我们把它 由外来把它解决 像按推这个快速的 就有一点比较借助外力 比如说急救 你就直接按推 它就起来 撒那间 那直接刺激它 直接就解决疾病 那热能不足不行 它一定是这样透过 好 那从这个表 我们也看出来 这里要提的就是致意疾病 延缓衰老 增长寿命 但它少了一个医疗的什么 你们如果有比较 智慧病 有没有 我这里就 而且早期我都还有写预防疾病 我最后都把预防疾病 把它咔嚓掉 为什么 很显然的 保健要达到致意疾病 非常难 因为它要改善体质 来达到致胃病 来修复体伤 达到致胃病 太难了啦 那我们的按推 直接就可以致胃病 而且致胃病还有一个 它没有疾病 表示它体力好不好 好啊 好根本不是以热源为主 是以按推为主 所以从理向推 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里要解决智慧病的 只有医疗而非保健 这个也颠覆 我说也颠覆了我们早期的 中医的很多概念 原来智慧 它说上工智慧病 你最好的医生就是 不是智乙病 它当病人还没有病的时候 它你就有办法去诊断出 它会怎么病 怎么病我们怎么 先把它治疗好 所以叫上工智慧病 那接下来中工或下工 看到病才治疗 那个都已经下下策了 但有这样的理论 我看它们很难达到 就是原来它是透过医疗的 而非透过保健 所以我这里把它最后的结论 就是它达到致义疾病 然后抗劳征受 但没有智慧病 那这里可以解决大开关 也可以智慧病 也有诊断与治疗 这你们这样读下来看这个表 慢慢就可以归纳出来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那这样大家都已经知道 中医也有保健的手段 原始点也有 那这两者的比较 就是从这里看出来了 原始点的这个姜跟中 你看中医要用中药 还有外灸的艾草 它是分开的 原始点都是一姜到底 不管内或外都是姜 那原始点主要是以姜粉 姜粉泥姜汤作为药食之内热源 还有什么温敷之外热源 它既可以内用也可以外敷 那其中这里开始介绍是外热源 外热源它是怎么样 大面积涂抹体伤位置 借由皮肤吸收直接温暖身体 这个看起来就不一样 你看艾揪的艾草是局部的 针对穴位去针灸 我们不是 我们涂的时候是大面积的 那个力道就蒙了 而且它可以持续渗透进去 持续时间还蛮久的 甚至借用蒸灶 这些就可以达到我们药的目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那药食之内热源呢 本来中药是喝进去 中药熬煮 经过熬煮几个小时之后 那药性出来之后 它喝进去来达到它的目的 改善体质的目的 那我们不只可以改善体质 还可以借助内用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什么 我们要的部位 比如洗眼睛 洗眼睛就直接到里面的器官了 还有什么样 灌肠也是啊 然后还有这里举的很多啊 像鼻腔啊 口腔这个都可以啊 鼻腔我们鼻子过敏是吗 可以涂姜粉泥 你也可以那个用姜粉喷啊 这些都可以的 那这里举的很多 你们看一下 这些都你们这样读下来 就已经知道了 它在内用的时候 原始点又已经跳脱怎么样 中医的固有的这个框架 只有这样内伏中药来改善体质 而它的方式已经更加不一样 因为它知道 原始点知道怎么样 它要直达体伤位置 比如说腹泻 那你腹泻 你不可能吃进来 因为它胃肠已经不想吃了 也吃不下 那这时候你怎么样 好 这里进不来 没关系 我从下面进去 反正都有洞 对不对 你不能说这个是侵入性 为什么 因为它本来洞就好好 不是我们把它下面挖个洞进去 那挖洞那当然就侵入性 本来就有的 这里也是本来就有 那你接触汤匙或是怎么样喝进去 那个你说内伏 难道这个不是内伏吗 在我看法也是 它本来就有 我是用一根管子 管子把它通进去 然后把它滴进去 所以其实你只要认真想 其实这个内伏也没有什么侵入性 所以一般你自己在家里灌肠 也没有人说你侵入性或是怎么样 犯了什么 应该也不至于 好 那你看这个滴进去 你把它喷进去 难道就侵入性吗 没有 我们又没有拿针 所以这些我认为反而把中医 那个固有的框架也打破了 那你这样一看 哇原来这些都是原始点的创新啊 真的是创新 好 那这个原始点接下去 它又把这两者呢 除了外用的大面积涂抹 来改善艾草的不足之外 它还怎么样 它两者并用就更厉害了 一加一等于三哦 不是二而已哦 那个威力会显现出来 那这样还不够 原始点因为它还要救一些什么 重病患者 那重病患者体力很差 还要叫它出去拉筋 像我们这样蹲啊 然后起来抖啊 那这汗才会出来 体力才会变老啊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再配合其他保健方法 就是这几项 哇 这不得了啊 那整于我们的保健方式就更完善 我们是不断地在完善 不强调只有内外热源 没有 那内外热源的使用也不同 然后再加上患者的锻炼种种 心态的调整 这些都会影响热人 好 经过这样的变化 那人体的免疫力 制衣力 简单讲写了那么多力 其实都是在凑凑文字而已啦 简单讲就是体力啦 免疫力啦 抵抗力啦 修复力啦 就是在指这些 但是哦 西医说哦 他们有免疫疗法哦 免疫会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他们没有这种药 他们是口头上有的 实际的药它不可能改善体质 所以不要看到力 就以为是我们的力哦 我们这个力跟他们的力是不一样的哦 我们是真的靠人体这样修复 他们是没办法 他们是靠外来的 好 那这样就可以达到怎么样 最后还是一样 哦 那如此 这里哦 你看哦 制衣力修力从而达到无病可抗扰 征受预防 好 我既然写预防疾病 你往上推 我一定还有一个 按推 如果没有按推就不会写预防疾病 你们 你看前文哦 如果我写保健 顶多只能写到这里 就是无病可抗扰征受 这一句一定删掉 啊 有病可怎么样 加速疗愈疾病 使危急重病患者转为为安 那我如果加这一句 好 我们往上推上面的文字 来 上一页 用原始点的医疗 因为这里是在谈保健嘛 但我们保健不是单独用 所以用原始点的医疗按推 与保健热源必须病用 好 多了这个医疗 所以医疗加进去 就可以达到怎么样 自慰病 自慰病就是预防医学 就是预防疾病 所以最后这两个加起来 来 就完整了 你也可以自慰病 也可以自乙病 那又可以抗老征受 那整个不就是 让我们的寿命增长了嘛 也就是延缓生命啦 这一类 好 那我们来看下面 最后 那这样 接下来要看中医的 我们能够做到这样 中医呢 因为它有诸多的切施嘛 我说他们的艾草 也不像我们可以这样 那内伏我们又有很多的创新 那这样 再来看中医 就看得清楚了 第一个 它的外治法 外治法 一针二揪三用药嘛 那针跟揪是属外治法 内治法就是中药 那问题是 他们的内治法跟外治法 是不是并用了 不一定 你不信你去看中医师 他帮你万文问切之后 开药给你 一定帮你针灸吗 不一定 你拿了药你可能就回去了 所以他们不是并用的 我以前当医师我也知道 大部分来万文问切 差不多然后再开个药 差不多五分到十分也够了 那就要等下一个患者 那如果你再揪 再搞这些 哇 时间就要拉长 那我们健保是看人头的 来一个算一个的钱 那我五分钟 十分钟 就可以赚到我要的报酬 我干嘛搞个二三十分钟 所以一般中医师 现在这种健保制度下来 简单的讲几乎不并用了 等于针灸 有分针灸科或内科的 他们开始学西医这样 那其实这个是不好 原有的我这样一路看下来 中医现在已经很少有医师 一针二灸三用药同时用 真正有这种精神的 只有原始点志工才做得到 你看来 喝杯姜汤吧 有病无病先喝一杯再讲 其实轻重症是不必喝 但是来了 我们就以姜汤招待客人 那就是药咯 中药就是内服啦 那再来按推完 你们都会帮他温敷吧 所以你看招待 先用药招待 如果以中医来看 那药也有 然后按推就是针刺穴位 然后再来温敷就是他的艾灸 那所以简单讲 一进来到原始点 三者同时都用了 因为大家也其实来 因为我们不可能给他喝冬瓜茶啦 西瓜汁啦 那是不可能 所以来一定喝姜汤嘛 其实原始点如果再给他喝综合果汁 我是不相信的 那再来你看喝下去是温热的 再按推再来也不可能冰敷 所以也是 所以一针二灸三用 原始点真的都用上了 好 那他没有病用 所以难以兼顾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再来我们一一来拆解 那针是这样 那灸呢 灸出了什么问题 灸问题就可大了 为什么 他一条那点了 然后温灸 你要很专注着拿着 然后他有没有烟味 他好像在抽烟一样 比抽烟的烟还大 然后就开始熏了 熏到你眼睛都会很干涩 然后鼻子有没有闻到 也有操作的 那吸那个烟不好受 我自己都试过 所以这样熏下来 你很容易疲惫的 那个空气就 整个空间都是艾灸的味道 然后再来点一个小时之后 整个艾草就燃烧完了 那我们知道有时候温敷 要24小时温敷 那你不可能嘛 所以他也达不到 他面积又小 所以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 他因面积小 只时间短 还有烟味 真的这个也是一个缺失 但我不写他那么多了 光这几两项 所以就难以怎么样 大范围持续地改善体验 这个是相对于我们原始点来讲 我们是可以大面积涂姜粉泥 然后让那个热持续地去改善体质 它达不到 这个已经就可以看出来 原来用的材料不一样 竟然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那中药呢 他们也是他们只有改善体质 不会像我们刚刚讲的灌肠 喷鼻 然后这些诸多的洗眼 好 那你看中药它是直接怎么样 内服 但是它能不能直达患处体伤 它不能 它没办法 所以它是全面改善体质 喝进去就是吸收了嘛 到身体全部 所以如果要做到我们说的保健的功效 就是治愈疾病及抗老征兽 需要什么 需要很长时间才有办法 所以这里就讲 则需持之以恒 日久方显其效 你光想到这一点你就知道 你看哦 我为什么会感动就是 我们很多重病患者已经命危了 即便到命危 来已经很虚了 我看大概他活不久了 最近我就看有一个患者跟我 就是我要来之前就是 刚好我们基金会有一个说 口腔癌很严重的 他叫我去看 他去看 哇整个 整个那个口腔啊 这里已经都没有漏了 是空空洞洞的 已经 他治疗六年就是刚开始 口腔癌 那是原胃癌 检查出来是原胃癌 那就照西医方法去割啊割足 然后就用西医电疗啊 然后这样六年的过程中 竟然从一点 然后进化到整个 整个都烂掉 然后最后又做一年多的化疗 那也没有用 那到最后已经他也觉得 患者也觉得没有希望 然后去西医那里都很疲倦 就来基金会 基金会遇到这么严重的患者 他们也没有看到那么严重 就叫我去 我去一看 我就不跟他讲怎么治疗肿瘤了 那已经他走几步就很喘了 然后面无光泽 然后夏天哦 这时候是台湾是天气很热的 有时候二三十度 他竟然还穿长袖 他变得很怕冷哦 你看到这样 你就知道他已经怎么样 热人快耗尽了 也就是他的来日无多 我那时候已经当下就判断 我就不再跟他讲 我怎么帮你治疗 然后我就跟我们志工讲 大面积涂姜粉泥就对了 他们说他昨天有来 那我跟患者这样沟通十五分钟 他太太讲一句话 他说其实他在家坐都坐不住 他坐一下子然后就整个人都快倒 他昨天我们志工帮他大面积涂姜粉泥之后 他起来他感觉今天就很好了 那今天就可以怎么样 坐着跟我谈十五分钟 如果平常是两三分钟就可能坐不住 就倒下去了 是这样的情况 那所以我都跟他讲 你我们 我遇到这样我都改口 我会讲说我也叫志工不要按推了 我说这怎么按推 前身都无力了 那整个他说肿瘤怎么办 我说肿瘤还是要处理啊 那肿瘤是照啊照灯 二十四小时照 想到就照 要不然烂成这样了 然后他还擦鼻尾管 我说灌江泥 改灌江泥 那已经来到这样 其实我心里有数 他已经怎么样 来日无多了 所以我也跟他讲 你剩余的时间 你就是好好想清楚 你还有什么没有做好的 好好做 原始点我有把握让你生命延长 延多长我不敢讲 但总有一天你会走我也会走 我就跟他讲这些话 那确实没有一种法 能够让你不老不病不死的嘛 那你会死我也会死 只是早走晚走而已 然后到昨天他们台北就传来说 他已经走了 然后走得很安详 因为他不再痛苦 他因为有热源的进去 然后他太太也讲 他太太讲他的肿瘤 本来已经扩大到这样 他说用了原始点这样照 肿瘤有缩小 只是他最后走势没有体力了 就印证我们讲的 好 那你看 即便这么危急 已经来日无多的人 来了 我们用外热源 这样大面积的涂 涂完竟然他怎么样 隔一天还改善 只是他怎么样 已经寒到极限 即便那个改善 时间持续不了多久 了解吧 然后慢慢随着他那些组织 余流的很多 路不浮出 最后该走还是会走 好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看到 刚刚在谈中医的问题下一页 这里外艾灸你就看到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艾灸 这么已经面临到生死 然后这样温灸 他就能够起来还感觉很舒服 我没有看过 真的我自己当中医师 我没有看过 所以我每次看到 想到那种画面 我都觉得原始点 他已经突破了 旧有的这种隔击 能够让即便那么 已经到人生最后阶段的人 他最后的走都会走得很安详 他太太来 为什么要让我们知道 他要感谢我们 他说来原始点 起码他最后的走 他是舒服的 他不会再像化疗完回去很累 他精神是比较好 只是他体力 还是急速在下降中 最后是因为没有体力 所以他们家人也看到这样 所以跟基金会道谢 那我听了当然也很感动 但也感慨 如果没有原始点 你说怎么会有一个法 会大面积涂姜粉泥呢 所以这个也让大家知道 那下一页 好 这是艾灸的问题 那中药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没办法直达体伤 那你看如果吃不下 又拉肚子那怎么办 灌肠啊 热源直达体伤位置 这个可以救命的哦 所以以后你们只要遇到腹瀉 或肚子脏痛 那按推 温敷都好不了 直接灌肠就对了 好 那这个就是中医的问题 那所以如果这些中医 如果不改进他会面临什么呢 遇到危急重病患者 如果只用针灸 因为他们没有病用嘛 有些用针灸或用中药来处理 这会怎么样 往往左之右处啊 根本应付不来 你看到了重病的时候 我们或是轻重症 我们都是这么慎重的 三者都用了 那他们未必有 好 那这样 如果不改进 何况你不病用也就罢 你即便病用也未必救得起来 因为它里面的针灸药都有切丝 我刚刚讲的切丝就是 它那个针刺穴位 那个疗效什么 我们前面有讲 它疗效很微小啊 不像我们一按 那大开关整个整条都影响 譬如你膝盖痛 脚踝痛 腿痛 你按一个屁股 全部都好 是全部的 中医是你只要有一处 就要扎好几针 那当然就没有 就很快就比较出来 这是他们的缺失 那还有 灸跟药刚刚已经讲过 这些不改你怎么 你怎么做 遇到重病患者 你怎么让他马上能够立刻改善 不可能的 好 所以它第一个 如果在我 以原始点的角度来看 中医要复兴 它要能够站稳脚步 它一定要怎么样 针灸药 一针热灸三用药 同时病用 然后进一步 它针对针灸药的切丝 它一定要去改善 好 这是我们从这里来看 如果它不改善 如果它不改善 我最后的结论就是 如果遇到危急重病患者 那它这些 折孔回天乏术 转积无望 我这样说它是恨铁不成钢 为什么 因为它再继续中医这样下去 你看 现在病人只要到重病的患者 它第一个是选择中医 还是选择西医 我每次演讲我都会问台下 大部分到重病危急重病的都找西医 你们说对了 为什么 因为它这里那么多切丝 为什么几千年来没有人去 想把它改变呢 那我们在应用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了 哇 这个一把框架打开 完全不一样的格局 但中医没有 所以到患者就不敢 再用中药了 是这样来的 好 那我是对中医 写到这里我不是想批评中医 因为我毕竟也是中医 在我的生命中 其实它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有感情 但从理智上 我必须要跟它切割 但如果说没有感情 那是不可能 我也曾经付出那么多岁月 然后去读了那么多的医书 然后也看了那么多 用中医来看这么多的患者 但是真的到了重病 你去问中医师 有几个每天像你们这样 面对着这些很严重的病人来找你 很少的啦 就像牛皮癬就好了啦 中医你来开中药会好吗 不会啊 连外肤你们现在也知道 连外肤这个图都不会好 那你艾草这样 你不推 你只有这样一直照 眼睛心干了都不会好啊 我说实在 那你看连这些 因为经过几千年来 为什么不去改进 然后所以这些患者 牛皮癬的患者 中药最后也没办法 所以他一定会去找西医 那西医又没有热能不足的 那个概念 所以也没有效 所以你看明明很容易治的 最后搞到都没有 那你看原始点 他把理说得很简单 但全部都可以应用 所以也可以看出中医的问题 看出中医的问题 我只是点出啦 他要不要改进 已经跟我无关了 为什么 我不会再去当中医师了 我讲过喔 我这出来是发了很大的决心 当我把我的牌照拿下来那一刻 我是跟我过去说再见 你要跟过去说再见 那是很难的喔 你面对的 我说再见了 就不再用中医赚钱了 那哪一天我落魄到不行的时候 我怎么办 我问你 我没有依靠啦 我现在那个都不要啦 你们别笑啊 真的啊 我有时候在想 哪一天我落魄了 我会不会用原始点赚钱 我告诉各位 你们会不会 你想我会不会 如果我用原始点赚钱 我会比中医赚得多 因为我用原始点 我又是我 这一套我又研发出来 那我现在名声在外 多少还可以利用 我挂牌 欸 一个月下来 会不少患者喔 而生活没有 但是我如果都不用 我也不会回去中医 那哪一天我落魄的怎么办 我有什么本领 我告诉各位 我已经下定决心 不会用医疗赚钱的 这个是我当时走出来 我就已经下定决心 不再干这种事了 跟你说再见就是拜拜了 彻底的拜拜 我不会再回去 我再穷 君子顾穷 小人穷失难 我就守住这个原则 医疗就是帮助病人的 不是用来赚钱的 那要赚钱我就改行 我医师拍照不会再拿出来了 所以现在都已经冰冻了 差不多20年了 你看我也没有 那我也不知道哪一天我会落魄 但是有一点我相信 因为学原始点的人都相信因果 我种下好的因 我没有 不会生出坏的果 所以你看嘛 我出国也不怕 人家机票把我买好 基金会吗 来这里有吃有喝有睡的 当然没有到片吃片喝片睡 没有这样 那你看我日子过得也很自在啊 也没有什么事 那我穷困的时候 老天一定会给我 我也不怕 但是我内心已经不会再回去了 不会再回去医疗赚钱 那种以前的思维了 所以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自然无所得失啊 我说原始点做得为什么会快乐 最后真正快乐是 最后你会感觉它是得无所得 你得到的是真的不是那个有形的啦 已经不是了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自己很清楚 好 那是题外话 那我们来看喔 中医我已经看到他们的诸多切施 那西医的问题呢 西医刚刚已经讲了喔 至于西医 西医有讲了 但是最后这是结论啦 就是西医的治疗方法 虽可从果来治病 但是它没有中医跟原始点的什么 保健方法 所以它不可能用外内热源来改善体质 达到我们说的保健目的 就是治医疾病一项身受 所以不管是内治法或外治法 西医只有怎么样 医疗而无保健 这也点出我们医疗的问题了啦 就是西医的问题 西医只有医疗没有保健 但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 其实后面会讲到 我就不讲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就是一个结论 请丽丽来念 松上所述 就治疗而言 西医不论是内治法或外治法 些具有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达到快速解除异常 即疾病症状的医疗功效 中医与原始点的内治法则否 中医与原始点不论是内治法或外治法 些具有改善热能不足 加速修复体伤 达到治愈疾病 及抗老增瘦的保健功效 西医的内治法与外治法则否 就诊疗而言 中医与原始点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故从因治病 既不需仪器检查 也不用处理异常 西医是以仪器检查结果 作为主要治疗对象 故从果治病 不仅需要仪器检查 还要治疗异常 此为中医原始点 与西医之根本差异 好 这一段就是把三者都 前面的综合的讲 简单的讲 西医只有医疗 没有保健 不管内外治法都是这样 它的内外治法也只有医疗 但通通没有保健 那中医呢 内治法没有医疗 只有保健 但外治法有医疗 外治法原始点的按推 所以有没有 中医的针刺穴位 这个就是属医疗 那刚刚外灸 还有原始点的外敷 外用法也是保健 所以中医原始点的内治法 没有医疗 但是外治法有医疗又有保健 那这是三者的比较 那做最后的诊疗 再做一次比较 中医跟原始点一个用工具 比如说用仪器来检测 那中医与原始点大部分就是通过观察症状 来做为诊断 那这样最后的结论就是 好我们看下面 中医与原始点 它只治症状 也就是疾病 但是它不治异常 异常也都是西医 这样检查出来 要不然我们从体表来看 那些异常都是老啊 老要不要治 你头发白会找我治疗吗 不可能的 脸皮皱会不会找我治疗 不大可能 但是你们现在听我的课 你们就知道 哇 这个老找原始点是很有效的 可以美容 可能 越多人知道 就会越多人喜爱 但是原始点的目标刚开始设定 不是要治疗老 真的还是要解决疾病 这是真的初衷是这样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 西医仪器检查结果 它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所以它们是从果 那原始点跟中医是从因治病 这个不一样 那它这个不仅要仪器检查 原始点跟中医都不需要 所以它要治疗异常 原始点不需要 所以这是三者的根本差异 所以等于这一段把三个医学 做最后简单的 他们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简单的就在这一段完全表达出来了 好 那把三者的差异也做了比较之后 我们继续来看重病 到底是医疗比较重要还是保健 好 我们从这一段 请莉莉来念一下 治疗重病首先是保存生命 其次才是解除症状 由于热能是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以维持生命的主要因素 所以只要是重病 皆是以热源改善热能不足为主 由此可知 热能是因中之因 重中之重 故病重时 与其外求医疗 通过手术 打针 吃药等方法 从过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除异常及疾病症状 不如内臭保健 通过运动 调心 温补等方法 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以加速修复体伤 如此即可保命 又可自我疗愈疾病 可见治疗重病 保健比医疗更为安全 更为简易 更为根本 好 你看 这里竟然结论导出来 当你危及重病的时候 原来是要透过 如果有医疗跟保健是分开的话 哪一个比较重要 保健 所以我们遇到重病的时候 是以外内热源为主 然后到了比较显向以限或命为 还要鼓励患者要怎么样 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来锻炼 这些都是保健手段 而不是医疗 所以你就从这里看出来 你病越重的时候 越不要找医生 我跟你们讲真的 因为你看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 这些保健手段 是患者自己做还是医生帮你做的 当然患者自己做 自己做的你自己不做 却把生命交给医师 那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 但是思维上很多人的思维都是不一样 就是我越病重急着乱投医 反正什么医都好 反正西医也看中医也看 都不行再来找原始点看看 他们常常是这样 那其实如果患者了解的时候 你越病重就是自己要靠自己 那原始点只是告诉你一条路 那我们来看这一段 从头看一下治疗重病 治疗重病当然是要保命为主啊 不是要解决疾病嘛 那保存生命 什么是维持生命 就是热人嘛 热人是维持生命的主要因素嘛 既然热人是维持生命的主要因素 所以一定是以改善热人不足为主嘛 所以它是因中之因重中之重 如果治病是只有解决疾病 那体伤这个按推医疗方法是对的 但如果更重要的是保命 那当然就是以保健 所以到重病的时候当然是保命 保命为主 好 所以我们看下面 所以当你病重的时候 记得喔 不是求医疗喔 不是以医疗为主 那你医疗常常是往外求的 那你去求医疗 西医通通内外治法都是医疗 它没有热人的概念 那你等于如果读到这一段 你就惊觉到 原来病重的时候是要找谁啊 找原始点啊 改善热人不足 而不是去找内外治法都是医疗 因为内外治法你看手术打针吃药 这些全部含量 还会破坏身体消耗热人 好 虽然它可以快速解决异常 及疾病症状 但是副作用蛮大的 我这里就没有写了 我只是这样点出来 所以不如你内求保健怎么样 通过运动调兴温补 就是我们这几项嘛 那外内热炎还有三项 然后重英改善热人不足增强体力 它就可以加速修复体伤 既可保命又可自我疗愈疾病 不是最完善的嘛 好 然後你看下面这一段 所以最后的结译就是 治疗重病保健比医疗更为安全 当然是以安全为主 不是说它方便或是它便宜或是简单 不是这个最重要是更安全 然后才提出简易又不会复杂 一般人都是这样 以为重病就是要用西医很复杂的方法 来帮我们治病 所以我常常听人家讲说 年轻的人拼命赚钱 然后存了一点钱 等老的时候看病的时候 这些钱就是用来看病用 然后你老的时候病重的时候 刚好西医说 这个病那么严重 一定要吃什么药很贵的有没有 刚好就用这些巧利明目 把你这些年轻赚得除夕的钱 刚好掏出来 用光的怎么样 人也差不多该走了 所以就很圆满了 最后你就悟到一句话 真的 万般皆是命啊 一切不留人 你都带不走的 一切都留 原来带不走是怎么样 还有因素 是你根本糊里糊涂的就给人家了 连命也给人家了 因为你找错了嘛 原来重病是要怎么样 靠自己啊 所以你看我们的志工 带你们做运动 我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他就是有智慧 他还知道要这样打 这种拉那个筋拉到满身似汗 这个就是锻炼体力啊 有体力怎么会死 你看死人哪一个有体力的 你告诉我 都不动啊 对吧 所以你要活就要动 那就是要锻炼嘛 所以真正生命的延长是这样 那热能不足 热能就是表现在外就是体力 那绝对可以自己 所以 命是自己求来的 不是往外求的 那从这一段也可以看得出来 保健跟医疗这样比较 好 轻重症就不用太分了 轻重症重医疗 但到了真的重病的时候 反而重保健 原始点是不分的 反正医疗保健都是病用 所以比较完美 好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继续一波 医疗与保健3 我们下个礼拜 融状 谢谢观看